嘉兴部落封链记22号下午热情登场 邀请到新城厢长和立台还有代表会的多位代表们 还有部落青年一大早就同时以报信息方式来邀约 欢迎大家参加一年一度的部落盛事 嘉兴部落青年们一早就是来到新城厢长和立台的老家家里部落 来向和立台报信息 邀约乡长在22号下午晚上来参加嘉兴部落一年一度的盛事 向南克里代表的是50年前嘉里村和嘉兴村是同一个部落 早期也是在这个地点报信息 让它是感触良多 50年前嘉兴就是属于嘉里村 当时只称嘉里部落 嘉兴部落 通通叫嘉兴部落 当时我的真主屋住在这个地方 部落的主人办丰年纪的时候 就是到这个地方来报信息 所以今天大家我安排在这个地方是有特别的意义 所有人能够体验过去50年前 我们的地方的祈老 地方的长辈 他们是地方跟我们地方的贤打师生 来通报信息 当时的通信系统没有那么好 所以只能靠这样的传统的方式 到部落里面 我们的祈老 长辈等 咸打师生等的住家去跟他们报信息 我们今天下午是我们嘉兴部落 要办丰年纪 嘉兴部落跟嘉里村过去都是同一个村 所以今天到这个地方特别有意义 这样讲大家了解了吗 随后嘉兴部落亲人们在新城湘米代表 廷进丰的带领之下 则是来到康乐部落来邀请新城湘米代表会主席陈秀林 陈秀林表示他相当感动 部落亲人们能够重建自己的文化 首先非常欢迎各位来到我这边 来报一个讯息给我 那原住民的丰年节就表示是过年 所以秀林很感动 每年都有到外地工作的年轻子弟 回到家乡来投入这场盛事 表示我们的文化要一直传承下去 而且必须要发扬光大 你们说好不好 好 那在这边就祝福我们今天的活动圆满顺利 然后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平安喜乐 谢谢大家 嘉兴部落包亲戏则是元席早期农业时代 没有交通工具 是以跑步的方式来邀请国民们 需要用阿美族的传统方式 真正的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 属于自己的阿美族文化 记得喜欢学习们的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